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师父啊 这样的,请您看一位重症病人 他是这样,我心里还挺激动的,跳的 他自己的业障于他自己背 他应该是五一年属兔的女的 他现在是那个癌症,获散了 您看看,现在不让他做放流呢 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吃全素了没有啊 他现在,他没许愿,但是呢,就是 是吃素的,就是没许愿 他没用的 又许,又许大愿了,对吧 已经没用 现在是,不行了 被人家要拉走了 那现在,他现在就是说没有阳寿了,对吧 不是没有阳寿,有阳寿被人家要拉走了 他现在,做孽,做孽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听得懂 做错事情太多 不学佛过去,造口业 是 是 然后,还经常占人家便宜 是 是,他是 还有 打过孩子很多 哦,那我都不知道 我就跟你讲了 现在,现在有两三个人在拉他 现在,那现在就是说 咱们许大愿还可以救他吗 你许大愿,还是他许大愿 是你生毛病,还是他生毛病 个人吃饭,个人饱 连这个都不懂啊 是,我懂,师父 我懂 你许大愿,死了都没用的 他自己没有觉悟 这种人,我告诉你 学佛也是不精进 吃素也是不肯许愿 等到癌症扩载了 你现在许愿来得及不拉 我问你 你汽车天天不休,不休 不检查 等到哪一天,妻子抛锚了 你说你再加点油,有用吗 是 是,师父 真的,我见了这种人太多 师父听到这种事情 我就,我就在想 为什么早点不跟我学 为什么没生癌症之前 不好好的让自己不生癌症呢 为什么要到晚期了才相信 才来找卢台长呢 是,师父 劝你们天天要吃素吃素 劝你们天天做好人 不会生癌症 劝你们念经不会生癌症 怎么不听的呢 就这个道理 明白了吗 是的,师父明白 真的 苦是苦自己啊 苦我还是苦他们呢 真的 是 无知啊 愚痴啊 真的 这就是佛最大的痛苦 救不了那些 无缘之人 没有缘分啊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吃喝玩乐 吃海鲜啊 做那些坏事啊 等到再罪孽来的时候才知道痛苦 来不及了 听得懂吗 是,师父 是吧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许愿吃全素 然后拼命的念小房子 然后要放生 念阳寿 好 只能这样 好 行 那小房子现在给他许多少呢 250张 好 那鱼现在需要给他放多少 6000条 好 不是你叹气啊 我叹气啊 你要知道一个父亲 救不了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感觉 师父把你们都当孩子一样 当一个个孩子在师父 父亲身边离开了 走掉了 你说父亲 作为父亲来讲是什么感觉 你们自己做父母亲 你都知道你救不了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你们师父的感觉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师父 你们想想师父啊 真的 天天讲 把嗓子都叫破了 叫你们相信啊 不要造孽啊 不听啊 果来了 扩散了 你知道化疗放疗 生不如死 你知道吗 是的 师父 那这样他这个放疗精灵 就不要让他做了 对吧 谁说的 有什么爸爸 这个苦啊 必受 我告诉你 你现在 你现在化疗放疗不给他做的话 因为已经扩散了 你就可以做 没扩散的时候呢 尽量少做 因为他会引起扩散 刚刚前期的没关系 现在已经扩散了 你不做的话 你怎么办啊 他又没有什么药物治疗 他过年的时候是这样的 过年的时候呢 就年前 他是肝和胆管 胆管中间那一块 是那个癌症 然后切除了 现在呢 就是肺上又发现了 看见了吗 看见不了 他念经不了 他没念经 好了 他因为他 不要因为的 没有因为的 也是很愚痴的一个人吧 好了 他是属于那种没有信仰的人 哎呦 准备走吧 帮他买棺材吧 救不了的 你不要说师父这么厉害 菩萨都没有办法救的 因为菩萨不救无怨之人 准备买棺材 送他走吧 活不了三个月的 从检查出来的 现在真的是半年 半年都不到 太快了 我跟你说的 还熬不过三个月 走人的 我刚刚看 最多三个月 最多三个月 准备给他准备后事吧 让他吃吃好一点 让他吃好了 弄好了 没有办法 否则你们家里会为他背很多的 那我明白了师父 好了 有些事情修不了 只能这样 谁也没有办法了 你说 你说师父看到有些 有些弟子 他不跟着师父修了 你说我多心痛 有什么办法呢 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 他不愿意相信 你就没有办法 他愿意去死 你就让他去死 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他是属于无缘 他不相信 他今天只要相信了 你就有救 你今天不相信就救不了 你知道地藏王菩萨在 人都跑到地狱里去救那些恶鬼 地藏王菩萨多痛苦啊 他救得了这么多吗 他说过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现在地狱空了吗 地藏王菩萨是佛 但是地狱空了吗 空不了的 听得懂吗 哎 五着恶事 末法时期啊 佛陀在经文上讲了 末法时期 坏人如 恒河海滩边上的沙呀 多得这个样啊 好人少啊 你去看看呢 整个灭度精啊 你也开始过 就是2016年收人很快 真的是太快了 还有呢 还在收呢 收得越来越多 现在一天大概二十几万吧 全世界一天 每天二十几万人 你说快不快 真的是 你说快不快 好吗 你就照着师父的 师父说的这些去给他做 反正家里条件好就做 条件不好 你就 你就正静观其变吧 没办法 只能给他念念经 让他走掉之后 能够不要太苦 不要到地狱去就可以了 像这种不相信的人 下去要下地狱的 因为在人间已经给他吃了地狱的苦了 是 是